和取代部分奥巴马医保法案的议案进行表决 美国总统川普5月下旬将首次 以美国总统的身份出国访问 他将前往以色列和沙特阿拉伯 然后前往欧洲 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和妇人米歇尔 公布了将在芝加哥南部 修建奥巴马总统图书馆和博物馆的计划 中国时间5月5号星期五 欢迎您收看美国观察 我是林峰 我是平章 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观众问好 首先来关注头条新闻 美国国会众议院星期四经过表决 通过了共和党有关废除和取代部分奥巴马医保法的议案 参议院六个星期前 曾就废除取代奥巴马医保法案的议案进行辩论 但因为共和党议员内部分歧 未能表决 星期三 共和党议员对原先的议案进行了修改 同意增加80亿美元的拨款 用于帮助有记有病史的人 两位著名的温和派共和党议员 在白宫与川普总统就修正款进行谈判之后 改变了立场 对共和党的医保法案表示支持 这对于该法案在众议院的通过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众议院今天在医保法案上的表决结果 象征着川普政府与共和党控制的国会 在推分奥巴马医保法的道路上向前大大的迈进了一步 下面我们就立刻连线美国之间的记者李逸华 来带我们掌握有关的详情 逸华 好的 平章 在今天国会再次聚焦在共和党想要推翻奥巴马医保法的努力上 在争论了七年之久之后 今天在众议院方面是以217票赞成 对213票反对 通过了共和党所推出的健保法案 那么这项名为美国健康医疗保险法的法案 American Health Care Act 其实曾经在今年三月 大概在六个星期之前 曾经在推出过预计要送到众议院的全体院会表决 不过却在要投票的前夕 最后一刻共和党临时喊咖 原因是没有争取到足够的过半的票数 也就是216票 那么今天的这个医保法案的通过 也像您刚刚所说的 象征着川普政府还有共和党所控制的国会 在推翻奥巴马医保法的这个努力道路上 大大的向前了一步 那么这个我们知道 在这个众议院的这个地方 全体院会表决结束之后 共和党人可以说是都露出了这个开怀的一笑 那么都露出了这个非常开心的笑容 他们在这个院会上鼓掌 那么在表决结果结束之后 也立刻驱车前往到白宫的玫瑰花园 和总统川普进行会晤 同时召开记者会 其实这是一个相当罕见的情况 通常重大的法案在参众两院 这个表决都通过了之后 这个国会的议员才会到白宫的玫瑰花园 和总统来一起进行这个记者会 不过在今天的情况是 只有众议院方面通过了表决这个结果 那么共和党议员就已经到 这个全体到这个白宫来进行 和总统川普进行这个记者会 可以看得出来 推翻奥巴马医保法的这个努力 对于共和党执政来说 是相当重要的一项政策 那么除此之外 今天的表决结果是 217票赞成对213票反对 是些微的胜利通过了这项法案 那么217票基本上就是 以过半的216票再多一票的这个结果 来推翻了这个奥巴马的医保法案 那么216票可以说是相当的关键 那么我们还记得其实在2010年 奥巴马医保法在进行表决的时候 当时民主党所占有多数的 这个国会的众议院 同样也是以过半再多一票的这个结果 通过了奥巴马医保法 那么今天历史再次重演 是这个共和党方面 把众议院再次以过半多一票 217票的结果 通过了推翻奥巴马医保法评章 那么一华这项新法案 接下来是否将进入参议院来准备表决 是的 接下来呢 这个目光将转到这个参议院的部分 不过呢 根据我们所了解到的情况呢 要参议院呢 同时要获得51票 也就是同样是过半的这个 共和党的支持的票数 通过这个共和党所推出的 这个健康医学保险法案呢 事实上是有些难度的 那么根据美国媒体所报导的消息呢 这个参议院呢 许多这个议员呢 目前都没有表态 也并不表示会支持共和党 这个众议院所推出的这个版本 那么甚至有媒体报道是说 这个要通在参议院方面 通过同样的这个 共和党的版本的 健康医疗保险法案的话呢 这个几率呢 可能是低于20% 甚至呢要使得这个 要阻止民主党人 在参议院方面 阻止这个共和民主党人 发动这个以冗长的 这个辩论形式来 这个阻挠意识的规则的话呢 几率也不超过20% 因此呢这个对于接下来的这个法案呢 要在这参议院继续的进行通过 其实可以说是相当这个难度非常的大 那么不过呢 刚刚稍早呢 在记者会上的总统川普 他已经表示了 他还是相当有信心 这个接下来的法案 将会在参议院顺利的获得通过 那么据我们所了解到的消息呢 这个参议院的共和党领袖呢 其实在这个星期已经 已经在目前开始悄悄的做准备 那么多数的 参议院的多数党领袖 麦康奈尔呢 稍早呢在昨天前两天的时候呢 已经召开了一些低调的一些会议 和这个共和党的这个主要的领袖呢 一起来商讨如何推动 在参议院推动 有关的共和党健康法案版本 品章 好的 谢谢一华 在国会山的连线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下令 放松执行有关禁止免税宗教团体 参与政治活动的规定 以下是卡斯特尔 从华盛顿发言的报道 川普星期四在由美国基督教保守派领袖出席的白宫仪式上宣布 星期四为国家祈祷日 并说他已签署行政命令 川普说 该命令允许国税局在审查有关禁令执行情况时 享有最高执法斟酌权 禁止宗教团体从事政治活动的禁令 目前已经很少执行 今天我的政府以身作则 我们采取历史性措施来保护美国的宗教自由 再也不许打击欺负有宗教信仰的人 或者压制他们的声音 而且我们永远都不会代表宗教歧视 川普的行政命令还允许反对前总统奥巴马 健保改革相关条款的保守宗教团体 免受健保法令的约束 相关条款要求这些宗教团体 为节育等 他们认为违反其宗教信仰的健康保险买单 川普总统5月下旬将首次 以美国总统的身份出国访问 他将到访沙特阿拉伯和以色列 然后前往欧洲与教宗方极各举行会晤 并出席在布鲁塞尔和意大利召开的国际会议 白宫的一名发言人星期四表示 川普将与沙特阿拉伯讨论中东国家 如何应对安全威胁 并争取让中东国家在这一进程中 发挥更大的作用 川普上任后 在白宫和他在佛罗里达州的海湖庄园 会见了多位外国元首 他5月首次出访的目的地 是局势动荡的中东地区 川普表示要从中斡旋 来促使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达成和平协议 这是几十年来多位美国总统都未能实现的目标 美国和泰国的双边关系 在川普总统和巴育总理通话后 进入了一个新时代 白宫说川普强调了长久的美太联盟 以及两国加强贸易和经济联系的共同利益 川普总统正式邀请巴育总理访问白宫 并且重申美国和亚洲密切合作在亚洲 发挥积极和领导作用的承诺 两国领导人的通话标志着双边关系的重大和解 过去十年来 泰国由于军人干政而陷入外交孤立处境 川普总统星期四晚间将抵达纽约 与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一起出席一项纪念二战的活动 多个抗议活动也会在纽约同时举行 我们现在就连线正在曼哈顿西区的美国之音著纽约记者方斌 请他来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 方斌 我现在就在纽约抗议这个川普的抗议人群当中 那么对于纽约人来说 他们所采取的这种迎接川普总统执政以后首次返乡的这种方式 想必川普总统是不会喜欢的 那么这些抗议的人群今天下午三点钟的时候 至少有两个抗议团就已经集结在这边 那么你可以看到那边就是今天晚上 川普总统要和澳大利亚总理进行会晤 并且参加一项纪念二战活动的退役的无尾号航空母舰 那么这艘航空母舰现在已经成为了美国的一个海空的博物馆 那么现在这个抗议的人群可以说是集结在整个这个 这艘航空母舰对面马路上排满了整整这条马路 举着标语 而且因为这条马路呢是这个交通非常繁忙的 所以这个来往的车辆呢也冥想了这个喇叭 向这些抗议者呢表示支持 那么这些抗议者他们所反对的主要呢 就是川普总统在过去一百天里面所实行的移民政策 难民政策 以及他对奥巴马健保法案的这个废除的这个法案的推动 还有呢对于这个川普总统所推行的减税政策 这些这个人呢也是非常的不满 那么像在纽约这样的一个地方 用这种方式来迎接川普总统呢也是不奇怪的 因为纽约是全美国可以说是自由化程度最高的这么一个都市之一 我们知道在纽约的选民里面 只有18%的选民把票呢投给了这个川普总统 因此呢对于川普总统执政以后首次返乡这样一个机会 对于那些反对他的不喜欢他的纽约人来说呢 他们是绝对不会放过这个机会的 那么我们知道川普总统的行程 今天在最后一刻呢做了改变 可以说他是缩短了在纽约的行程呢 缩短了三个小时 那么他大约呢会在6点15分的时候 抵达纽约肯尼迪国际机场 然后在7点15分的时候 直接就到这个航空母舰上 跟澳大利亚总理的会晤 然后呢就一起参加一项的纪念二战 二战当中啊一个战役 这个战役当中呢就是美澳两军的是共同作战 你们可以看现在这个车辆过来的时候 车辆过来的时候他们鸣笛呢表示支持这些抗议者 那么这个来参加抗议的人群啊 现在是还在不断的往这个街道上面过来 我们知道 可以感受一下就是纽约人抗议川普总统的这种情绪 那么他们会在这边一直还要再待上三四个小时 一直等到川普总统到这里来跟澳大利亚总理会晤 那么川普总统在结束了跟澳大利亚总统的会晤 和参加二战的纪念活动之后 他不会再在纽约停留 会直接的离开纽约 前往新泽西州川普国家这个高尔夫巨楼 到那儿的去度过他的州 平章 好的 谢谢方斌在纽约的现场报道 美国国务卿蒂勒森 星期四在国务院与东盟十国的外长进行了对话 那么我们现在就请美国之音外事记者利亚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次对话的情况 利亚 谢谢你 那么首先想来问你一下 就是这次美国与东盟外长举行这次峰会 是一个非正式峰会 它的背景是什么呢 是 是这样的 我们知道在奥巴马总统执政期间 美国制定了一个向亚太再平衡的一个战略 那么奥巴马总统本人也是非常重视亚太国家 尤其是东盟国家 那么他在任期间其实有九次就前往东南亚国家去访问 那么川普总统上台之后 在他上任第一天就宣布退出美国与亚太国家所签署的一个贸易协议 就是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 那么这个举动实际上使美国在一些亚太国家的盟友和朋友都感到非常的紧张 那么除此之外呢 川普总统在执政期间 这个初期他的关注的焦点 基本上都是在比如说如何打击这个伊斯兰国 比如像叙利亚发动这个军事打击 那么刚才新闻里也提到 他第一次出访是去访问中东国家 那么同时这个川普总统一个很大的部分呢 也是在集中在建立美国与重建美国与欧盟之间这种传统的盟友关系 那么我们也看到了 就是美国川普还非常想这个终于和中国这个关系 那么最近当然朝鲜这个核问题 是川普政府非常关注的这些问题 所以呢东南亚国家就非常的担心 就是说川普政府会忽视这个东南亚这些十个国家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知道这个 现在由于这个美国呢 寻求中国在朝鲜问题上的一些帮助 那么就有一些担心就认为说 川普总统会在这个南中国海这些问题上 可能会做出一些让我们之前也看到 纽约时报一些报道说 在由于这个朝鲜问题 那么美国现在川普总统会让美国的军舰 甚至都不要靠近那些有争议的海域 所以在这些情况下那个东盟国家呢 就是他们主动提出要跟这个美国的这个国务卿 蒂勒森进行一个这个对话 那么我们还知道今年呢是东盟成立50周年 也是美国与东盟这个伙伴关系建立40周年 同时呢还是美国与东盟这个高级别的对话 这个30周年这样的一个 所以昨天实际上这个美国与这个东盟的高级官员 实际上进行了一个对话 那么今天呢就是在国务院举行一个工作午餐 那么这个次对话的议题方面呢 他们谈来是什么议题呢 对 我刚刚其实从这个国务院 这个负责东南亚事务的这个副助理国务卿 莫菲的一个电话会过来的 那么这个莫菲这个副助理国务卿 当然就想我们介绍一下 这次他们这个双方对话的一个情况 那么蒂勒森国务卿主要是重生了 就是美国对东南亚的这个接触 刚才我们也提到就是东南亚有这样的一个担心 那么这个莫菲就讲说 这个美国对东南亚是非常的重视的 那么这体现在就是蒂勒森国务卿 今年8月份会去这个菲律宾 参加这个东盟峰会这些区域的会议 那么同时呢 今年的11月份 这个川普总统本人呢 也会去出席在菲律宾举行的这个 东亚峰会 以及美国与东盟峰会 还有就是他也会去参加在越南举行的 这个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那么这个就体现了一下 这个体现了美国对东南亚这些国家的重视 那么除了那个蒂勒森 除了这个之外呢 蒂勒森还强调了 就是说东盟是美国非常重要的一个战略的伙伴 双方就讨论了 就是如何在这个经济贸易这些方面 以及其他一些问题上 比如包括防洪这些问题上 加强合作的这样的一个机会 同时也特别重点讨论了 就是如何处理朝鲜问题 以及南中国海的问题 那么在朝鲜问题上 那个根据这个副助理国务卿的介绍 就是说美国跟东盟十国 就他们之间有一个非常广泛的一个共识 就是说他们都一直认为朝鲜 颁导这个核问题 是一个重大的对 不仅对区域 再对秦选都够一个安全的挑战 那么 蒂勒森向这个东盟十国这些外长 传递了一个强调的一点 就是说就是希望他们就是全面的执行 联合国安理会有关朝鲜这个问题的一些制裁的决议 就很有意思是美国方面呢 要求这些东东十国重新审视 他们与朝鲜之间这种外交和经贸的联系 他们就特别提 就是说根据正常情况下呢 朝鲜也许在这个东南国家一些这个外交使团的规模 不应该有那么大 也许他们就怀疑说 很可能他们在从事其他的一些活动 他们也特别提到就是金正南在马来西亚被暗杀这个事件 虽然他们希望就是说 尽管他们不能要求这些主权国家 就是比如说切断跟朝鲜的这种外交的联系 但是可以做的是就是说 要重新审视他们这个跟朝鲜的这种经贸的联系 还有一些朝鲜的工人 就是劳工啊在这些国家工作 因为这个目的就是说 希望可以至少是减少 不是说完全切断吧 这个朝鲜这种 就是通过这样的做法 所获的这种资金 就帮助他这个去发展核武器 同时 那么这个 除了这个朝鲜问题以外 他们进行非常多的一个讨论之外 另外一个重点问题 当然就是南中国海问题 那么在南中国海问题 金德森就表示 美国和东盟 其实在原则和希望达成目标是一致的 那么就是确保在这个南中国海 这种航行和航空的自由 那么那东盟国家向美国方面提出 就是说这个向美国就表示 就是说这些国家实际上都是依靠美国 你要来执行这些规则的 就是一个要基于一个国际准则 这样的一个标准来行事 那么这些东盟国家 当然没有这个力量来对中国实在这方面 所以他们非常希望美国在这个方面 能够就是发挥这个领导作用 那么金德森还向这些东龙石国发出了一个呼吁 他就说就是在有关各方争端方 就是就这个如何解决南中海问题 进行会谈的时候 就是所有各方不要在这些地方进行军事化的行动 不要进行填海造岛的这种行动 不要在那些有这些等药上进行建造的一些活动 那么关于就是关于这个南中海问题 那么对中方来说这是一个比较敏感的议题 那么中国的反应是什么呢 对中国在这个其实双方对话之前 这个中国外地部发言人就被问的这个问题的时候 他还做出一个反应 我们来看一下他的一个回复 南海问题是中国与部分东盟国家之间的问题 不是中国与东盟之间的问题 不是中国与美国之间的问题 更不是东盟与美国之间的问题 对你可以看到就是说 中国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应该是一致的 就是说我们希望这些有关南中海的终端 是由中国和这个争端方之间 所谓的域内国家之间通过这个谈判来解决 不希望其他的域外国家来参与 而美国在南中海问题上 我们看到川普这么上去之后 其实这个立场是有改变的 好的 好的非常感谢美国丁记者丽雅给我们所做的介绍 413公布了在芝加哥南部 修建奥巴马图书馆和博物馆的计划 艾德查斯丁博士在家乡坎萨斯州 骑着自行车为仇恨犯罪的受害者提供帮助 并为此成立了一个组织叫仇恨客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 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 赶快来下载免费的VOA新闻应用程序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共和党议员对原先的废除取代奥巴马医保法案的议案 做出修改追加80亿美元的拨款 以期获得通过 美国总统川普星期四签署行政命令 放松限制教会参与政治活动的执法力度 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周四在美国国务院 与东盟市国外长举行会谈 会谈涉及南中国海域 美国前总统奥巴马星期四对法国总统候选人马克龙表示正式支持 法国这个周末即将举行总统决选 奥巴马说马克龙吸引的是民众的希望 不是恐惧 这似乎是在影射右翼候选人勒庞 就在前一天 勒庞和马克龙进行了两个小时的激烈电视辩论 勒庞把马克龙描述成冷面资本主义者说他反恐无力 马克龙则批评勒庞说谎是危险的极端分子 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公布了在芝加哥南部 修建奥巴马图书馆和博物馆的计划 下面就请记者许湘芸为我们做介绍 湘芸 好的 林峰 奥巴马估计这个包括总统图书馆在内的总统中心 将在四年之内建成 项目在今年就会展开 一起来了解这个计划 设计显示 这将是一个现代风格的建筑群 其中包括图书馆 博物馆 活动中心和社区花园 博物馆是三座建筑中最高的 博物馆内有展厅 公共场所 办公室 教育和会议室 我们希望它成为世界首屈一指的培训青年和领导的机构 使他们能够改变社区 改变国家和改变世界 这就是我们的目标 奥巴马图书馆选址的时候 伊利诺伊州 纽约州和奥巴马的出生地 夏威夷三个州的多个地点都提出过方案 但奥巴马把地点定在芝加哥市南部社区 我一生中最美好的经历都记录在这个社区 我结交了一些最亲密的朋友 我的公共服务也是从这里开始的 我在芝加哥学到的价值观 现在已经传给了我们的孩子 所有这一切都归功于这个社区 奥巴马还宣布 他和夫人米歇尔·奥巴马将捐款200万美元 来资助芝加哥市的一个暑期就业计划 时间交换给主持人 好的 谢谢湘云在新闻中心的报道 艾德查斯汀博士在家乡坎萨斯州的自由市很有名气 因为他经常骑着自行车 为仇恨犯罪的受害者提供帮助 他为此成立了一个组织叫仇恨克星 我们一起来看美国之音记者萨莱 从自由市发来的报道 臭名昭著的3K党领袖戴维·杜克 1988年在路易斯安那州当选州议员后 艾德·查斯汀博士成立了仇恨克星组织 我们商量了好长时间 几个星期几个月 我们最后决定去那里设计这个衬衫 把魔鬼克星改为仇恨克星 这是仇恨克星的主题歌 你社区的仇恨情绪再增长 给谁打电话 给仇恨克星打电话 我们为仇恨犯罪的受害者提供帮助 有人因为他们的宗教信仰或者种族而仇恨他们 我们给他们打电话 了解需要什么 不管什么我们都帮忙 上世纪80年代以来 这个组织的工作有了一些变化 但使命始终没变 不久前在密苏里城 距离这里有10英里 有人半夜砸一对不同种族夫妻的门 称我们要杀了你们和孩子 这是建报以后我听说了 我就给他们打电话 我们后来去了 他们需要支持 查斯汀今年81岁了 他不期待仇恨克星会一直存在下去 我不知道这个组织在我去世后 是否会以目前的状态继续存在下去 但是他说这其实也无所谓 因为他的理念会活在很多人的生活与行动之中 美国之音记者萨莱 堪萨斯城报道 民权组织全国城市联盟说 非洲裔与拉美裔美国人 去年在经济与教育领域取得显著的进步 但是美国之音记者西姆金斯报道说 全国城市联盟的报告发现 少数族裔在种族平等的其他领域 要落后于白人 今年美国黑人状况报告的主题 是保护我们的进步 全国城市联盟首席执行官马克·莫里尔说 黑人和拉美裔这两个 美国最大的少数族裔的经济状况 比一年前要好 事业数字有所下降 黑人和其他族裔民众目前的就业率 是十年来最高的 但美国黑人状况报告显示 非洲裔与拉美裔美国人的经济状况 还是落后于白人 这份年度报告发现 非洲裔美国人的平均生活水平 只是白人的72.3% 拉美裔的平均生活水平 只是白人的78.4% 尽管就业有些进步 莫里尔还是担心工薪的增加 即使有工作 经济收入还是不理想 因为他们的薪资增长幅度不如十年前 十年前 美国黑人状况报告 在经济 健康 教育 社会公正和公民参与等领域 衡量黑人和拉美裔的生活质量 报告发现种族不平等 妨碍少数族裔享有社会的司法公正 一个现象就是 黑人被捕后坐牢的人数要高于白人 非洲裔美国人的确在教育方面取得了进步 升学比例不断提高 我们在这份报告中 看到高中辍学率有所下降 更多的非洲裔美国人拿到大学的复学式学位 报告同时发现 针对穆斯林等少数族裔的宗教信仰 和种族的仇恨犯罪有上升的趋势 令人担忧 美利坚和种国所代表的是 多族裔组成的伟大国家 不能容许仇恨犯罪 仇恨犯罪侵蚀我们 分裂我们不属于美国 莫利尔说 城市联盟报告显示的进步 特别是在教育 就业增长和社会公正领域取得的进步 不容出现任何倒退 西姆金斯 华盛顿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上任已经是白日有余了 那么在外交方面 他除了下令美军导弹空袭叙利亚 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庄园峰会以外 似乎亮点并不算太多 相反一些批评人士指出 人权议题作为传统上美国外交政策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并没有在川普的外交政策中充分的体现出来 他们批评川普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关系密切 邀请埃及总统塞西 泰国总理巴裕 这样的独裁政府领导人到访白宫 与习近平举行峰会时 必谈人权等等 显示出他对政治强人的某种偏好 人权议题在川普政府的外交政策中 占据什么样的地位 美国传统的外交政策是否正偏离轨道 川普本人是否对政治强人有特殊的好感 那么我们今天就邀请到 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教授马昭博士 来探讨这些问题 马教授你好 主持人你好 从传统上来看 人权议题在美国外交政策中 和这个决策中是占据什么样的位置呢 或者说人权议题对美国外交政策 有多大的影响力呢 我们说要研究美国的外交政策 主要是要它 美国的外交政策主要的目的是 要保证美国的全球领导权 那么在这个一个基本的课题之下 有安全贸易和人权这三个考量 但是我们要记住 这个安全贸易和人权这三个关系 并不是个平行并列的关系 这里边呢 其实安全或者说军事安全 是最主要的 那么贸易呢 它代表了美国的国家的经济安全 那么它是第二位的 人权呢 实际上是从属于这前面之两者 它呢只能是促进 而不能削弱美国的经济 和军事的安全 好的 那么我们注意到 美国是作为自由世界的领袖 它的盟友当中呢 也有一些 这个人权纪度不是很好的国家 比如在中东啊 在拉美 在东南亚 那么为什么美国要和这些国家交好 我们怎么看这种矛盾呢 的确像主持人刚才所说的 美国是存在这样的矛盾 一方面支持人权 但是一方面呢 它的盟国中呢 也确实有这样的国家 人权纪录并不是很好 我们说在冷战时期呢 美国曾经支持了当时 很多的独裁国家 特别是在这个东南亚和拉丁美洲 甚至美国呢 参与了一些这个组织 甚至是这个颠覆 地方民选政府的一些行为 当然了 这个主要是根据 它当时的战略考虑 也就是说和苏联争夺 冷战世界的领导权 跟这个直接相关 那么冷战之后呢 美国的盟国呢 也同样不全是所谓的民主国家 那么一样呢 像可能最主要的例子就是 像美国支持巴基斯坦的军政府 那么从此 由此呢来换得巴基斯坦呢 在美国的全球反抗战争中呢 提供一定的这个援助 对于这样的情况来说 我们还看到中国呢 实际上是一个相反的例子 那么中国的美中关系呢 特别是在上个时期呢 上个世纪呢 曾经出现了 就是说这个人权问题呢 是两国经常发生矛盾的 一个交锋点 特别是美国国会呢 甚至于把每年的 所谓贸易最后的国待遇呢 和中国当时人权记录挂钩 这个都是和当时美国的 整个的外交的 或者整个国家安全战略 是直接相关的 那么如果说人权 不能在美国的这个外交政策中 发挥决定性的作用 那么过去美国也有过 和这个政治强人 或者是独裁领导人 合作的经历 那么现在这个川普看上去 对政治强人有某种偏好 那么现在情况跟过去情况 相比有什么不同呢 我觉得不同之处可能在于两点 一方面呢是 川普当选总统 入职白宫呢 只不过大概100天多一点点 但是在这一段时间里呢 他已经不断地密集地 像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些 所谓独裁国家的领导人 或者说政治强人呢 发出一些友好的信号 那么包括呢 像俄罗斯总统普京啊 也包括像菲律宾的总统 杜特尔特呀 还包括像埃及总统赛西呀 这些都是在美国的主流媒体 和美国的国会 尤其是美国的前任领导人 也就是说奥巴马总统任内 不断抨击的这些所谓政治强人 那么现在川普和他们 有一定的这个政治上的往来 这个呢是这种频度 超出大家的预料 另外一点呢是美国在 之前呢呢 我们说他虽然和这些独裁国家 或军政府的领导有一定的合作关系 但是他并没有完全放弃人权的考虑 他也不断地在提人权 那么但是现在在川普总统这个任内呢 我们说一方面呢 他对这些东西 对这些政治强人呢 不仅是对他们的人权问题 气而不谈或者视而不见 甚至呢有的时候经常表现出 一种比较欣赏的态度 会有一种积极肯定的态度 这一点是和以前有很大不同 那么在您看来 为什么这个川普会淡化人权的议题 转而偏向这个强人政治呢 首先说呢 我们说在美国整个的政治体制之内 我们知道它是两党政治 是共和党和民主党 那么在这一点上来说呢 传统上来讲 共和党对这个民主 人权这个议题的关注程度呢 是不如民主党强 那么作为共和党的一个总统 川普呢 对这方面不大这个关注呢 是有先例的 另外一方面呢 川普本人的这个商人的背景 也跟这个有直接关系 我们说在上个世纪 这个美中就人权不断发生摩擦的时候呢 可以看到当时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就是所有的美国的大公司 或商业背景的这个政治势力呢 是支持中国的 那么所有的跟这个商业势力 不直接相关的呢 是经常拿民主和人权呢 跟中国说事 所以这样的话呢 川普是从这样一个商人 和贸易的背景之下 这个出来的 那他呢 必谈人权问题呢 也是可以理解的 那么最后一点呢 就是说 川普呢 其实他是 我们经常说 他相信的是交易性外交 他没有太多整体战略 那么人权问题呢 只有在整体战略中呢 会有很大的地位 就是说他可以帮助 实现美国其他的一些 要实现的目的 那么但是川普呢 强调的是 就是一对一 对等的 就是一件事情 说一件事情 这样他把人权问题 就从整个的 整体战略中的剥离出来了 这是他现在的 一个基本的现象 那么我们注意到 这个人权议题 在过去 在美中关系中 是扮演着 非常重要的角色 但是我们注意到呢 其实这样 从这个奥巴马政府 这时期开始 这个人权议题的重要性 在美中关系中的重要性 就不断地下滑了 那么现在到 川普政府时期 特别是美国 现在特别希望 中国在朝鲜问题上 发挥作用的时候呢 是不是人权问题 就可以完全地淡出 能不能通过这样的方式 来换取中国 更多的合作呢 首先说呢 确实像刚才主持人所说的 人权问题 在上个世纪 90年代 特别是我们说 六四天安门事件之后呢 是美中关系中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议题 那么但是从2001年以后 特别是2001年 美国整个911事件 那么反虎战争爆发 以至于到后面2008年 也就是说这个全球金融危机 在这个大的背景之下 人权问题实际上 已经逐渐地淡出了 中美关系的一个主要的 一个争论点 我们说川普总统的前任 两位前任 一个小布什政府 一个是奥巴马政府 他们在对华外交中呢 一直是把人权呢 是搁置或者是单独处理的 也就是说好了说呢 可能是在这个交谈过程中呢 在谈论的这个整个的会谈 最后稍微提及这个人权问题 或经常出现的问题 是根本就不提人权问题了 所以这点来说川普呢 并不是川普不提 跟中国领导人不提人权问题 也不是说由他开始的 但是呢 我们说如果说单靠人权问题 说不谈人权问题 就能够换取中国的合作 我觉得这一点呢 还是不能够这样的估计 因为说整个的人权问题 已经从中美关系 已经不是一个核心问题了 所以你拿一个 不是核心问题的问题 去和中国讨论 或者说去和中国讨价还价 它实际上本身 就没有太大的交易空间 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呢 我们说是不可能说 单靠一个人权问题上的让步 或者说是换位思考 就能够换取中国的 在很多问题上的合作 还是要放在一个更大的 安全贸易和社会发展 或者文权整个的一个 全面框架之下 去看中美关系的发展方向 我接着还想问您一下 就是我们知道在不久前 这个当时是这个习近平主席 在来美国这个海湖庄园 跟川普总统做进行这个庄园峰会 第一次庄园峰会之际 这个时候呢 川普是下令对叙利亚发动的 这个战斧式导弹的这个空袭 那么实际上 他的空袭的目的 也是报复这个叙利亚政府军队 平民发动的 所谓这个化学武器的这个攻击 那么其实他的这个举动 是当时得到了这个美国 这个外交圈子 还有这个舆论的一个 广泛的一个赞扬的 从某种程度上来看 从川普本人的讲话来看的话 他也说这是因为这个 这个化学武器是一种 大杀伤性武器了 那么从某种程度上来看 还是体现出川普对人权 这个议题的一些关注的 您怎么来看这个事件 对在这个川普的外交政策中 这个这个事件的影响呢 我觉得叙利亚这个问题呢 不能够单独的 或者说只从人权角度来考虑 当时川普对叙利亚 发动空气的一个基本的 它的一个政治最初的考量 我觉得这里边呢 叙利亚问题呢 包括了它的核心问题 一个是美国到底 能不能够在中东呢 实现一个话语的主导权 那么当时呢 奥巴马时代的这个问题 是一个问题 那么比如说奥巴马 它划了红线 可是呢 当叙利亚跨过这个红线 就使用了化学武器之后呢 并没有 那个美国没有 直接的实行任何的措施 所以导致呢 人们当时怀疑呢 美国呢 是不是能够在中东 继续有指导权 另外一个呢 叙利亚问题的背后 实际上是美国和俄罗斯 之间的一个角力 是这两个国家之间的一个 地缘政治上的一个争夺 那么我们说 川普在这一点上呢 他因为在一开始的竞选期间 在当选之后 一直对俄罗斯呢 带有很强的 这个所谓合作的意愿 那么这种情况之下呢 当时的国会和当时的整个的外交的 这个建制派机构呢 对他很有这个批评的声音 所以说当时川普呢 发动这个这次空袭呢 最出发点 当然是从这个所谓的人权呀 从这方面来考虑 但实际上背后呢 还是有很强的 更多的是属于 从国家安全和整个美国的 全球领导能力 这方面做出的考虑 最后还想再简单地问一下 就是我们知道不久前 有一个事件啊 就是这个美国的一个女商人 叫潘婉芬 她当时在中国是被扣押了 两年多的时间 后来是因为是以间谍罪 然后被遣返回美国 那么据她的家人 还有营救她的这个对话基金会 表示呢 是实际上是这个国务卿蒂勒森 在访问北京期 到访北京期间 是做了密集的这个外交努力的 您怎么看这个单一事件 对这个中美关系的影响呢 给您30秒的时间 好 这个中国当然 当然就是说中美之间 人权并不会完全的 不会涉及 这种单一个案的情况 也会发生的 那么在以前呢 中美之间 每次两国元首互访之前呢 中国都会释放政治办 那么那个是一个 比较典型的例子 那么现在呢 我们说也同样会出现 这样的情况 只不过呢 我们说它不会在 整个中美关系的大局中 再发生任何决定性的作用 好的 那么非常感谢 圣路易斯 华盛顿大学的马昭博士 给我们做出的分析 那么来宾在节目中 发表的观点是 个人观点 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稍后回来 我们将带您参观 台湾知名的当代艺术家 红毅在华盛顿的 彩绘作品展 花样动物年华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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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 在国会 在白宫 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 每天清晨六点 DOA卫视 美国观察 今年春天 在华盛顿灰白相间的楼群中 出现了一些具有中国风的彩色动物雕塑 吸引了很多游客足足观看 这些雕塑都来自台湾知名的当代艺术家洪毅 洪毅的彩绘作品展《花样动物佳年华》 于四月二十六日来到华盛顿 本周四正式开幕 下面我们就连线记者妮娅 带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妮娅 好的 评章 好的 评章 大家可以从我的镜头中看到 我身后这样一个色彩缤纷的一个雕塑 是由一只鹰鸽站在水牛的身上 这样一个造型所构成的 那么它的名字就叫做鹰鸽水水牛 这样一个雕塑就是台湾的本土雕塑艺术家洪毅先生的 《动物彩绘雕塑展》的其中一个作品 那我们知道这些作品是从台湾旅行到美国 进行一个巡回的这样的一个展出 那么在华盛顿当地是由印象画廊进行接洽 我们今天也是有幸遇到了印象画廊的艺术总监 欧先生给我们分享一些信息 欧先生您好 您好 能不能跟我们介绍一下洪毅先生的这一次 这个他的作品的风格好不好 好的 没有问题 洪毅老师的作品啊 他自2000年之后 他都是用钢板做塑形 再用汽车烤漆的方式做彩绘 那每一件作品他都赋予他独一无二的色彩 像我们背后这一只鹰鸽水水牛呢 为什么叫鹰鸽水水牛呢 因为它的正面是个老鹰 老鹰也是美国的国徽 那鸽子呢代表和平 那水牛呢是象征的中国人勤苦奋斗的水牛精神 因为中国人是以一个农耕为主的一个社会 那这样的作品他象征的是一个和谐的象征 那再者呢 就是洪毅老师他希望透过他的作品 能够传达到全世界的每个角落 那这件作品也是特别为美国做的 所以上面有非常多的 包括美国国旗 美国钞票甚至英文的一些祝福货的文字 好的我们是知道那个宏毅老师也是运用了很多台湾的民间的元素 那我们知道这一次巡展是从华盛顿已经是第三个城市了 那在这次过程中的这次展出各种接洽的过程中 有没有遇到一些什么困难 当台湾的艺术家要走向国际的时候呢 首先面对的第一个就是说 在国际展演的法规上面 当我们第一站在旧金山展出的时候 就面临了非常多艺术相关法规的问题 那当然这次在华盛顿一开始接洽的时候 都是非常愉悦的 因为他有了旧金山跟纽约的经验 但是当要真正要开始实行策部展的时候 发生的就是说 在Downtown City的过去没有展过艺术品 所以红毅是第一次 也是首位艺术家在Downtown City这样的一个位置做展演 那他必须要有找到双方能够合作的一个相关模式 那再来就是在保险上面啊 还有就是人员的运输上 因为像这些大型的作品 他都必须运用非常大的机具 那Watton City它毕竟是美国的首府 所以它对于有些大型的一些机械的一些进出 有非常严格的一个标准 好 非常感谢您 我会 谢谢您 是的 我们知道也就是在今天下午 周四下午一点钟左右 这样的一个巡回的展览 也就在我现在所站的这个地方 是一个华盛顿的一个高级商助中心 City Center DC进行了正式的开幕 我们一起来看报道 红毅的花样动物嘉年华展览 由华盛顿商业改进区 台湾经济文化代表处和台湾文化部共同主办 于5月4日下午在华盛顿City Center DC举行了开幕式 华盛顿市长在开幕式中致辞 他对艺术家做出的贡献表示了感谢 同时也强调了城市对艺术发展的坚定支持 我们对艺术的投入可能在全国范围内遭受攻击 但仍然坚信我们是一个生活在色彩中的城市 将通过支持伟大的艺术和艺术家们 继续让这个城市生活在色彩中 侯益在开幕式上表示 他的作品之一 银歌和水牛的构思 帮助他实现了美国巡回展览的梦想 这个是艺术家的梦 因为西洋美术史都从欧洲从美国开始 还有当代美术史 那是在台湾的艺术家一直在追逐的梦 我觉得所以说在构思作品 基本上就会先把它架构好 架构好之后 你看它已经发挥能量了 把我们从旧金山 然后带到纽约 然后再带到华盛顿 那下一次 因为老鹰展翅高飞要飞到哪里 我们不晓得 这次展览共有九件大型 及四件小型作品 其中鹰歌和水牛 龙马 三羊开泰 骆驼等五件大型作品 以公共艺术形式 附设在华盛顿市中心 先锋广场 以及中国城公园 此外 展览还在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 正门处安置了高达六米的长颈鹿 双向园内还展示了 大牛 大圆龙和钢铁圆龙三件大型作品 以及马上发财 小犀牛 小马戏团 四件小型作品 是的 我们知道这个 华盛顿是继旧金山跟纽约以后第三个城市 来展出这些的作品 那么洪玉先生也在以后的采访中告诉我们 他不排除可能继续在美国寻找下一个城市 或者更多城市对他的作品进行寻展的可能性 那么他同时也表示 如果有私人的收藏家愿意 而且他会争得这些动物的统育 他愿意把他们留在美国 主持人 好的 谢谢您 在华盛顿的连线报道 有史以来 世世代代都在寻求长生不老的秘诀 那么一名男子可能发现了保持年轻的关键 而且不论年龄大小都可以做到 美国之音记者普雷苏蒂 带我们踏上这位老人的音乐征程 了解这个过程 如何帮助了有呼吸问题的人 当杰克霍普金斯六岁的时候 他在圣诞袜中发现了一个塑料口琴 一个星期后 他着实让他的老爸震惊了 我父亲听我吹出 是的 他是我的宝贝这支曲子 他开心极了 吹过了数千支曲子 现在杰克频频出现在维基尼亚的口琴节上 一位排发老人吹出了 一位排发老人吹出了惊天曲调 很久以前 杰克成立了一个口琴俱乐部 不过他的成员都已经去世 只有弗兰克除外 我84岁了 永远追不上杰克了 不过也挺好 杰克今年97岁了 他把自己强大的废货量 归功于多年来真爱的口琴 对马里兰西部的慢性肺病患者来说 吹口琴是一种理疗 这些人都是呼吸问题治疗小组的病人 凯西·米德尔顿七年来 一直离不开氧气罐 呼吸时你的肺就闭合 而我的是这样 吹息口琴时 我感觉呼吸更顺畅一些 实际上 杰克说他的口琴帮助了他 让他在心脏病后得到恢复 这就是他在医院吹奏音乐 对杰克来说 音乐是生命的节拍 奏响了青春永驻的音符 生活一直没好 还没结束 美国之音记者普雷苏蒂 维吉尼亚报道 美国人物志是一档介绍人物的系列节目 今天我们要介绍的是马兹杰巴拉尼 他仿刺伊斯兰极端主义和美国人对穆斯林的偏见 幽默的语言令人发笑 他的邪恶轴心喜剧巡演 在美国和中东都获得了极大的成功 他生于伊朗又年来到美国 所以他得以了解这两种文化 来看下期内容 很多移民家庭的父母不想让他们的孩子成为喜剧演员或者演员 他们想让孩子成为律师 医生或者工程师 当我决定我想要付出百分之百的努力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我意识到我只有一次生命 我不能为了父母而活 我得为了自己而活 我小时候喜欢踢足球 所以当时我想成为一名足球运动员 接着我又开始打棒球 我说或许我可以成为一名棒球运动员 再往后 在我12岁的时候 开始尝试到学校进行戏剧表演 我爱上了在舞台上的感觉 我生于伊朗 德黑兰 我6岁的时候离开伊朗 我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念的本科 专业是政治学 俯修意大利语 然后我搬去洛杉矶 开始攻读博士学位 可是我马上就放弃了 因为我想追求表演和喜剧 那是很多年前了 然后就是现在的我 我相信喜剧也可以传递严肃的信息 吉米·韦斯特·伍德 美国英雄 我把它描述为 波斯人版本的粉红豹 遇上波拉特 想比较以往观察伊朗人的方式 从不同的角度展示伊朗人 可以让我们获得更多的信息 我所认识的伊朗人都是好人 他们享受生活 就和世界各地的人一样 索罗亚斯德教有句名言 那是伊朗宗教的来源 这句话告诫人们 要言善 心善 行善 现在我自己并不是虔诚的教徒 但是如果遵循这三善真言 我相信你的生活境界会有所升华 如果现在我还生活在伊朗 可能就不会做我现在要做的事情 表演和喜剧是不可能的 西方世界和美国的一个优点就是 你应该追求你喜欢的事情 我非常感激 这个能够让我生活在美国的机会 在我很小的时候 我记得他们给我们喝茶 他们没有意识到这里还有咖啡因 每家每户都有一个茶壶 一整天都茶水不断 所以世界上最好的早餐 就是有伊朗茶水的早餐 你加很多糖在里面 让它很甜 然后抹上波斯奶酪 其实就是法式奶酪或者山羊奶酪 那种口感妙不可言 当我开始掉头发的时候 我很担心 我在考虑使用落剑牌护发产品 可是最后我没有使用 因为他们说可能会有副作用 所以我就这样了 很健康但是秃顶 当你没有头发的时候 你会开始想要一点胡子 我太太一开始说她不喜欢 然后我们在一家商店里 看到了一群女孩 他们说 哇 先生 喜欢你的胡子 我看着我太太说 看 这就是时尚 年轻人喜欢 我得破费周折才能做我想做的事 我的意思是说 我得与我的父母抗争 通常我最先说的是 我很幸运 因为我可以做我爱做的事情 我真的坚信 如果你很幸运地找到你想做的事 有更能幸运地去做这件事情 然后又更更幸运地 能够一次谋生 哎呀 真是太棒了 That's the trifecta man 接下来请焦点对话主持人 介绍今天晚上节目的内容 中国保险业巨头安邦集团 多年来传闻不断 其身后的权贵背景 多次被财新网和纽约时报等 中外媒体报道 最近财新网再度挑战安邦 揭示安邦财务内幕 暴露其金融大鳄的身份 为此安邦对财新传媒及主编胡舒立 提起了诉讼 并且警告胡舒立 不要再为了利益集团捏造事实 一边是有深厚背景的新闻传媒 一边是关系复杂的商业巨头 胡舒立和吴小晖之争 为何引起中外观察人士的高度关注 在双方的角力里 习近平会支持哪一方呢 请您在北京时间星期五晚上九点钟 收看美国之音的焦点对话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 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再见 感谢您的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